我的金融投资跟庞斯的本质区别 因为很多人对庞斯不清楚 我以前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在30年的金融投资 基本上每一次的金融 风暴我都避免了 就是说什么叫避免呢 就是没什么损失 为什么我这个投资 没什么损失呢 在金融这个投资里面呢 很多人都不清楚 因为我实行了一种 叫投资人可以自由进去 对吧 这个原则 所以的话呢 投资人在如果投资有损失 投资人是不会来的 所以的话呢 我的客户就比较小 对吧 投资呢 这个回报比较理想的话呢 这个投资人呢 就会落意不绝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也是一种 就是自由进去了 也是一种风险控制的一个机制 所以在这个 我前面二十多年的投资中间呢 就避免了这个什么 亚洲金融风暴 避免了2000年的这个 纳斯达克这个 这个崩溃 然后呢 也避免了 最后一次 08年的 金融海啸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因为你要融资吧 就必须有成本 就必须给投资人 一定的回报 所以呢 我那个 因为我在96年呢 这个到98年 到96年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做那个户户基金 就是每个月 每个礼拜 赚个1% 每个月赚个4%左右 有时有点波动 但是呢 基本上是 在做户户基金的时候呢 我有一百多个客户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亏省的 对吧 这就是 这个 这是我的这个 1%理论的一个 一个 基础 对吧 为什么我愿意给 1%这个回报 给投资人 然后呢 这个刚好是遇到 金融海啸了 因为我这是 08年到09年的时候 金融海啸 最 这个 恶劣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回来 这个 避免这个 金融 这个海啸 或者是金融损失啊 所以的话呢 我继续来 给投资人 1%的回报 因为我知道 这个市场呢 如果一到了这个 过了这个 熊市啊 这个牛市呢 就会 提出很长时间 所以呢 我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去这个把投资人 这个钱给他 其实呢 我在 006年开始吧 到09年 第一年呢 我们是 刚开始的时候吧 没经验 对吧 市场也不好 啊 投资人呢 又天天追到我 问这个 这个 确定 record 然后呢 又想要钱 怎么样 那样的话 我就是非常的艰难 就是不知道怎么 抽 不好抽筑了 我后来就是讲 我反正是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你只要相信我 投资我 我就能够把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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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 所以呢 我就 大胆的 哈哈 就给投资人 这个回报 你随时可以进来 随时可以去 对吧 就是随进随去 啊 不管是 用投资人钱 给投资人也好 把我的钱给投资人也好 这个呢 这个是 啊 是正常的 不是犯罪的行为 投资人的钱 给投资人 这是金融的属性 是市场 是吧 他不是 这个证券会说的 投资人钱 给投资人 就是庞氏 那如果是 投资人给 投资人钱 给投资人 就是庞氏的话 那所有的金融机构 包括政府 对吧 都是庞氏 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 比特币 啊 人家也说是庞氏 美国的债券 这个退休金 pension fund 哪一个不是 都是 都叫庞氏 其实呢 这就否定了金融 对吧 就金融 其实呢 说的庞氏呢 其实是一种犯罪行为 就是用投资人的钱 给投资人 而自治呢 就是从中活力 活力的表现呢 有几点 第一点呢 他是要 奢侈的生活 因为犯罪的目的 不是回来 对吧 偷钱呢 他犯罪的目的 是回来享受 比较 奢侈的生活 对吧 就跟人家 不一样的 这个生活方式 第二个 他必须呢 是把钱 藏起来 对吧 就是把投资人的钱 或者把别人的钱 藏起来 对吧 或者来放到海外 账户 对吧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对吧 就是犯罪的证据 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呢 你要看一个人 是不是犯罪 是不是庞氏 首先要看他的这个 是不是有 受死的生活 第二呢 是不是有床的钱 第三呢 是不是有海外的资产 对吧 这个就是罪据 证据 而我呢 我不单独是 没有拿投资人的钱 而是呢 把我自治的钱 其实呢 我自治是投资人 我呢 把我自治的钱 给了投资人 法庭证据呢 有个非常奇特的事情 大家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其实呢 是我把我自治的钱 给了投资人 其实呢 我这个投资人 就是用投资人钱 给投资人 就是用我的钱 给投资人 而证据会发现 这个就是证据说 那天的证据就是说 这就是因为 我那天收到一百万块钱 就是这一百万块钱 是我自己 从市场上赚的 而我把这一百万块钱 自己赚的钱呢 我是分给了投资人 而他们 就是用这个来作为证据说 我是用投资人钱 给投资人 其实是我的钱 给了投资人 所以呢 金融商有三条 大家要区别 第一 刚才讲了 用投资人钱给投资人 这个就是市场的这个属性 金融的属性 OK 第二 用投资人的钱给投资人 骗取投资人的钱 从中活力 这就是犯罪 而我呢 是用我的钱 给了投资人 被证据会污蔑说 我是用投资人钱给投资人 其实用投资人的钱 其实是我 我就是投资人 我呢 是我们海外华人基金里面的 投资人的 一个最大的投资人之一 我总共投资的差不多有 一百 就是将近两百万吧 一百八十万 将近两百万 这是我自己从不同的途径的 一个来途径 大家就是都有证据的 我说的话 现在我说的话 都有法庭证据啊 不是乱说的啊 大家要相信这一点 第一 我用我自己的房子贷款 投资到了这个海外华人基金 这大家都是知道的 二十三万啊 六千 对吧 这个是一笔数字 还有一笔呢 就是从一个 从一个投资人的账户 他一百万块钱 我把他赚了五百万 他给了我一百万的佣金 这又是一百万 你看这是一百二十多万了吧 对吧 然后呢 我还从 这个 以前呢 我给一个学金融的这个 多大一个学金融的一个 一个学生啊 他呢 呃 研究生啊 他现在在回国当教授去了 也有两个回国就当教授去了 他们当时呢 就给了我大概十几万块钱 因为 我就是借的 就是我每 不是按百分之一的回报给他们 而是来按百分之十的回报 对吧 我就是说 我是借他的钱 投资的 我们 他们不是算投资人 其实算是贷款人 所以呢 他那个有二十万 就是刚才这一百四十万了嘛 然后我还给另外一个大的投资客户 对吧 我的大的投资客户 我说 啊 我说我现在这个 我们投资人现在取款比较 对吧 啊 这个多 啊 供不应求 所以呢 我说 我到你那里借二十万 啊 我以后还给你 后来呢 因为没有还呢 他就让我的皇子做抵押 对吧 他他就在我那个皇子什么写的一个令上面 对吧 所以呢 就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 旁市大家要明白啊 第一 旁市是没有赚钱能力的 没有赚钱经验 纯粹是骗人的 就是骗投资人的钱 叫旁市 对吧 像我呢 是二十多年的经验 对吧 在金融市场上 对吧 摸摸滚打 知道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赚 对吧 这都有非常多的记录 而旁市 或者是马道夫这种人呢 他没有记录的 他不单独骗了投资人 他也骗了银行 也骗了政府 对吧 因为他是纳斯达克证券交易会的主席 对吧 他是SEC 美国证券委员会的主席的好朋友 这个都是公开资料 不是我编的 因为我现在说的所有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有句口查 这只是说给大家一个 一个分享 对吧 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人民往往呢 是不懂金融 所以呢 很容易被人家误导 特别是政见会和法庭 非常容易误导老百姓 公众 因为怎么呢 我开始不知道 因为怎么呢 他说我 就是从事了庞氏 对吧 犯罪行为 他只是指控啊 没有正确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资金给冻结了 对吧 把我的交易给停止了 对吧 最关键问题是呢 把我的钱给了他的朋友 就是政见会的朋友 就是政见会的朋友 法庭的朋友 因为怎么呢 政见会法庭都是 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我讲的不好听的话 大家都可能会 会觉得我好像是发牢 其实很多人呢 就是说 这样 大家都是相信政府 依赖政府 信任政府 但是没有一个人就怀疑 加拿大或者这种政府 他们也有腐败的情况